哈啰 恭喜你 多謝大哥 多謝憲哥 不要再說給你 恭喜恭喜 戴耀明宣布將要和圈外女友 Anna拉近天窗 我們娛樂新聞台的主播 許文軒知道消息 第一時間找到耀明回應喜順 耀明透露 和Anna相隔多年再複合 還承諾結婚 原來和戴耀明身體 突然出現狀況有關 早前她擔心自己患上骨癌 我們這些經常拍打氣 經常很容易受傷 日漬如雷 腫了一塊 兩星期都不散 我去看醫生 想著沒什麼 誰知道醫生都沒什麼 我說要是糧要是惡 要是糧要是惡 要是糧要是惡 給了一個很害怕的戲 對 我灰了 突然畫面都黑白了 我走出來的時候 不如這樣就完結了 未必會死 但我在想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很多事情留在你那一刻 這份工作也做不到 做不到演員 其他事情都要放棄 其實很灰的情況下 我第一個跟媽媽說 第二個就跟她說 大家說得很灰 差不多是那些 如果我有什麼事 幫我看看我媽媽 那些事情 因為我預算是七、八成有 因為那件事很硬硬 好像骨 然後她說安慰我 沒什麼事 家人天上 因為當時還在等報告 還沒出來 如果沒什麼事 大家要開玩笑 說話衝起一下 還有真正的意義 就是希望大家 有個盤子走下去 正當他們對病情打定輸數的時候 檢驗報告一出 原來身體並無大礙 令她更珍惜眼前人 訪問之間也聽得出 她非常愛惜准太太 還向我們公開太太的美照 原來准大太Anna 還很有藝術天分 她有時有些烏龍野 是挺好笑的 她跟我其實差不多 都是喜歡開心心 有時看東西比較簡單 很容易笑 但她喜歡畫漫畫 所以她的世界 有時挺有趣、挺簡單 好像我之前看到一張照片 她畫的 她特地畫你和她 當你看到的時候 你收到的時候 有什麼感覺 收到的時候 我覺得畫得少 但好像醜醜醜 可不可以畫漂亮一點 其實她平日都經常畫 她很喜歡畫連續 六格的漫畫 說一個故事 我經常叫她 你有時間 或者有多餘的錢 去出一下書 是挺有趣的 因為她 總之她的世界有時 挺有漫畫 挺卡通的人物 是 那就適合你了 一拍即合了 是 也可以畫你 你也很漫畫 結婚計劃是何時進行的 我們也想過 初步是年尾 想大家最親人 吃飯 好像開派對 就算 這次的經歷 除了令耀明和Anna 有情人忠誠眷屬之外 亦令她明白 健康性於一切 至於做人大計 她就說真的要想清楚 希望她可以健健康康 是 最重要是大家都健健康康 因為自從這件事之後 我發覺 老實說 如果我不行 觸碰了東西 你突然銀行 過兩億給我 我都笑不出這件事 我發覺原來做人很簡單 健康 你覺得快樂 跟你想的人在一起 做到你想做的事 就已經很開心 剛才知道你就是結婚 有沒有想過 快點催你生小朋友 我計算過這件事 這件事有點棘手 她十歲我都六十 又不是這樣說的 我在想 她剛打籃球的時候 我有沒有精力跟她打籃球 你自己怎樣想 這個方向和太太 未來太太有些 都有沒有開始計劃一下 或者商量一下 我們都隨緣 我們都隨緣